哎呦 我也是在电视上才知道 穿鞋要垫鞋垫 以前的鞋子不放鞋垫 硬邦邦的毫无脚感 现在有了这个高弹减震鞋垫 踩在脚上 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它用的高弹减震材质 柔软舒适久 穿不累脚 后跟还有幽形跟杯 能包裹足跟防止崴脚 这样穿鞋你在外面运动 一天都不会累了 这鞋垫就这么好用吗 买回了 价格倒是不贵 咱打野看看 实际标志安全类别 合上设置都是齐全的 它这个闻起来 有一股艾草香 脚后跟确实做的凹形的设计 也挺厚的啊 按起来很柔软 咱先揉搓一下 看看它容易不容易变形 再使劲搓一下 质量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而且弹力特别好 我还买了一家 跟它外形差不多的 但是价格比它便宜一些 咱对比一下 这个明显很薄 而且很轻 看材质也完全不一样 这是啥 这是海绵 但这个是PU材质 手表完全不一样 咱现在直接用一米的高度 扔一个生鸡蛋 看看这俩鞋带的区别 先试一下这个 便宜的 鸡蛋一点也没碎 还弹那么高 这鸡蛋是整粮 是省的 再试一下这个便宜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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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去就碎了 它这个区别确实挺大 咱现在把它垫在鞋里 试一下脚感怎么样 这个脚感确实很柔软啊 我这个鞋底本来是很硬的 但是穿上之后就一点也不用 今天是8月12号 接下来咱穿几天感受一下 今天是8月15号 已经穿了三天了 看一下鞋带的情况 质量很不错啊 没有磨损的情况 而且穿的脚确实很舒适 特别柔软 也没有味道 上面依然有艾草香味 这鞋带给大家吃完了 确实好穿啊 穿上软弹舒适 而且不臭脚 可以推荐 嗨